曹老师 咱们有没有又下饭又能拌面 还能调制凉菜的酱吗 没问题啊 今天我们就来一款剁椒鸡酱 白膜把它切成颗粒状 里边为了增加它酸爽的味道 给它搭配了泡水浆和泡萝卜 鸡胸我们把它切成16本大小 这鸡肉啊 要想吃的话呢 一定要上好姜 加入盐 水呢我们要分三次补充 直到这个水分完全被鸡肉吸收 补充 四分之一的蛋清 加入干淀粉 锅烧热 下入色拉油 油温烧至三层热 下入鸡胸链 稍稍定一下形 迅速发散 锅中留给油 下入白膜 煸炒至脱水 那今天呢 我们做这款剁椒鸡酱 用的是白膜 您在家里边啊 还可以选用杏鲍菇 蟹味菇 白玉菇 这几种蘑菇啊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下入泡姜 泡萝卜 一定要小火 把这萝卜呀和泡姜的水分 给它煸炒 挥发出去 下入剁椒 挖好的鸡肉 调入蚝油 美极鲜酱油 清水 白糖 起锅前 加入少量的香醋 香油 平时您拌个米饭 拌个面条 或者是您做冷菜的一个基础调味 都没有问题